无论是香港还是国际上 都有一些人 把一国两制的经给念歪了 每当中央行使 而且是依法行使 某些权力的时候 西方都有一些人会出来指责说 你们这是破坏了一国两制 这是侵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好像香港的事情 中央什么都不能管 反而倒是它可以随意地指手画脚 中央怎么能够 对各种反中乱港势力 在香港肆无忌惮地从事 分离国家 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做事不理呢 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对危害资深安全的犯罪 对这些犯罪屡屡发生 自自不理的吗 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国策 没有任何人 比我们更加懂得 珍惜一国两制 对付正是我们的主要